循序邏輯電路之設計僅應用 時脈產生器 我們已經介紹過 TTL 無穩泰多血震盪器 和 555 無穩泰多血震盪器 那现在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CMOS无稳泰多学震荡器 CMOS无稳泰多学震荡器 CMOS逻辑杂的输入电流小 且具有高输入阻抗 输出与输入间不需要接电阻器 CMOS的临界电压VT约为1VDD 电路结构较简单 而且稳定性亦较TDL杂电路为佳 现在我们设电源电压为VDD VSS是等于0伏特 那我们先来看它的电路 这是CMOS反杂A跟B 然后A输入端X输出是Y 那V的输入是Y输入是Z 那只利用一个电阻R跟C 那它是怎么样工作的 我们来看它的工作波形 简单的说 一开始电源给它的时候 电容器上没有电压 那这个时候Y是危害的 Y危害的时候 它会向经电阻向C充电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下 VX就代表反杂A的输入点 那VY就是反杂AB之间的点 那VZ的话就是反杂B的输出 这几个先把它弄清楚之后 那刚开始Y为嗨 那向电容器充电 那电容器充电的时候 当电容的电压达到VT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它会转态 所以说Y由嗨变成LOW Z由LOW变成LOW 就在T1的这个时间点 那这个时候的话 VX它的电压就等于 电容器上的电压 加上VZ的电压 是VTT加上VDD 然后开始放电 那当它又放到低于VT的时候 那又转态了 那转态就T2到T3 那又是电容器的充电 那又转态 到最后它又放电 这是简单的讲 就是利用电容器充放电的特性 然后在输出端输出一个脉搏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是它的电路 T0接上V电源 VDD的时候 那它现在设X是LOW的 那Y是为嗨 那Z为LOW 所以这个时候 T0到T1的这个时间 因为Y是为嗨 Z是ROW 所以说R向C 充电 那VX等于VC 但是就逐渐上升 充电继续地让VC上升到T1的时间点 这个时候电容电压VC大于临界电压 也就等于 临界电压VT是等于1分之1VDD的时候 那反杂A呢 它就发生转态 所以这个时候Y为LOW 那VY就从嗨变成LOW了 那VZ就从VS0到VDD为嗨 那X也瞬间为嗨 那就是在T1的这个时间点 T1的这个时间点 转态了 这个时候Y为LOW了 那我们再来看T1到T2 那刚刚在转态的时候 电容电压VC大于临界电压ONZVDD 反杂A发生转态 那Y为LOW 所以VZ等于为嗨 那X瞬间有嗨 那这个VX的电压等于VC加上VZ 那等于1分之1VDD加上VDD 等于2分之3VDD 这个话怎么看呢 那就是说 因为这个时候Y是LOW的 Z为嗨 那Z为嗨的话 它是等于VDD的电压 那电容器是1分之1VDD 那VX来看的话 由X端来看的话 那它的电压就等于电容器的电压 加上VZ的电压 所以等于2分之3VDD 这是在T1的那个时间点 所以我们会发现到VX那里最高点那个地方是VT加上VDD 再来从T1到T2这个时间 因为Y是LOW X为嗨 Z也为嗨 那这个时候它是向电容器反向的充电 那反向充电的时候VX会下降 当这个反杂A的输入电压 VX小于VT的时候 那反杂A会发生转态 Y由LOW就变为嗨 那同样的Z就由嗨转为LOW X也转为LOW 这个时候VC是等于负2分之1VDD 看一下那个波形图 T1到T2的这个时间 那等于是向C反向充电 也就是C在放电 那它到小于VT的时候 那就是转态了 所以在T2的时候转态的话 那Y由LOW就变为嗨了 那Z由嗨变为LOW 在T2的那时候转态 再过来我们看T2到T3 刚刚讲T2的时候 那个VX它等于负VC加上VZ 等于负2分之1VDD加上0 所以说VX等于负2分之1VDD 因为这时候Z是为LOW 那电容上的电压是反向负2分之1VDD 所以VX等于负2分之1VDD 这个的话我们再看是T2的那个点 那这个时候正下来我们看T2到T3 Y为L 那经电阻R向C又充电 那这个时候电容器的初值定压是负2分之1VDD 所以当电容的电压VC带VT的时候 所以它从T2到T3 反杂A又会发生转态 Y有氦变为ROW Z有氦变为氦 X也变为氦 这是T2到T3 那时候电容器它是从负2分之1VDD 等于负VT 它开始放电 然后它上升 然后又充电到VT的时候 那又再发生转态 所以T2到T3 然后再来这个时候的电压 VX还是等于VC加上VZ 这时候因为VC它又充到2分之1VDD 那Z又为氦 所以它加起来是2分之3的VDD 如此不断的循环 作而复始 在Z点输出一连串的脉搏讯号 如果要得到50%的脉搏 在反杂A的输入与电容器间 串进一个大电阻 这个电阻只要大于R子的10倍 那么它的震荡频率 约为2.2Rc分之1 实验证明了 C用104等于0.1mine R4 7k 那么它的震荡频率就约为98Hz CMOS无稳泰多写震荡器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现在就CMOS无稳泰多写震荡器 来做个结论 CMOS逻辑杂的输入电流为小 且有高输入的主抗 它的临界电压VT 约为1分之1VDD 所以它电路结构较简单 且稳定性 亦叫TTL杂电路为佳 而且CMOS的电路 它只要用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器 按钮 暗 甘